只要拿大锤子砸开一个纸箱 就可以拿到一把钞票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这个房间里有50个空盒子 小哥在这些盒子里面 藏了两个大号的玻璃杯 一个被砸坏抢了一番贝 另一个如果被砸坏的话 就会被淘汰 这次参加比赛的有五个男孩 抓究决定出场的先后 只要幸运女神倦务 奖金轻松带回家 最先上场的是小豆 他轻松地举着锤子 寻找着他的猎物 一锤子下去 成功砸开了第一个空箱子 赢得了一美金 接着寻找着他第二个猎物 他走到第二个箱子边上 直接就 一声脆响从箱子里传出 举办人过去打开一看 发现是那个淘汰的玻璃杯 主持人很震惊 主持的箱子 怎么第二次就被砸中了 这运气从某方面来讲 也太好了吧 小豆只能两手空空地离开了 这一次举办人把被打碎的玻璃杯 升级成了套罐子 藏在了最角落的地方 并把带有加倍的玻璃杯 放到了中间 接下来该小帅了 拿着锤子砸箱看中的盒子 他成功为自己赢得了一美金 这个小帅非常的谨慎 他每砸中一个盒子 就会隔几个盒子再砸 由于幸运女神附身 一路上被砸中的都是空盒子 很快已经获得了十美金 这时小帅想着见好就收 但是举办人说空盒子还有这么多 你又那么幸运 就不想多赚点钱吗 小帅觉得举办人的话有道理 于是又拿起了锤子 向剩下的空盒子走去 战术和之前一样 砸一个换一个位置 很快又有六个空盒子被砸开了 这时候他想着拿钱走了 举办人又开始忽悠他 但是被小帅一口回绝 他表示不愿再冒内地险了 然后就拿着他的战利紧离开了 接下来轮到大壮了 他想都没想 罩着一个盒子就砸了下去 幸运的是那个盒子是空的 他为自己赚取了一美金 接着又有不断的空盒子 命丧于他的锤下 他砸盒子的动作干净利落 绝不拖泥带水 很快五十个箱子剩一半不到 然后举办人就问他要继续 还是和小帅一样拿钱走 很明显大壮已经玩上瘾了 决定继续迫害盒子 男孩只要砸到空箱子 就会让举办人损失一美金 如果砸到盒子里的玻璃杯的话 奖金就会清零 举办人掀起一看 碎玻璃里有张纸条 意味着奖金加倍的玻璃杯 让他砸到了 大壮激动的五体投地 24美金直接翻了一倍 并且接下来被砸的空盒子 也会翻倍 一个空盒子两美金 大壮说他想凑个整 准备再砸一个 大壮十分小心 走到他确定的那个盒子前 就拿着锤子砸了下去 很幸运是空的 他成功凑起五十美金 呲牙咧嘴地走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小灰 小灰很果断 并且速度很快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举办人在后面提醒着他 但小灰像是没听到一样 自顾自地砸着盒子 很快装有玻璃杯的盒子 小灰胶着地看着举办人 而举办人却在偷笑 打开盒子一看 发现有张纸条 幸运的是纸条上的是奖励翻倍 还好虚惊一场 小灰砸了十四个空盒子 获得了十四美金 再加上砸中了 奖励翻倍的玻璃杯 所获得一共二十八美金 举办人告诉他 现在如果砸到 另一个玻璃杯就会淘汰 之前所获得的奖金直接清零 但是空盒子的奖励翻倍 小灰点了点头决定继续 很快选中了箱子 一轮锤子就砸了下去 又获得了两美刀 他这时决定像大壮那样 见好就收 举办人却晃了晃他手里的奖金 说我这手里这把奖金你看了 不想再多拿一点吗 意外的是小灰拒绝了 他选择拿着钱走人 如果是你 你会像小灰和大壮那样 直接拿钱走人还是继续呢 举办人看着自己的钱送不出去 决定玩一次大的 他拿来两个空盒子 一个里面放玻璃杯 另一个则是放了一百美金 拿到奖金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举办人叫出了谨慎的参赛者小红 把他带到了两个盒子前 看着面前的两个箱子小红很紧张 举办人小哥建议他多想一会 如果是你左边和右边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过了几分钟 小红做好了决定 抡起锤子 砸了下去 哼的一声 是玻璃杯碎掉的声音 小红按道不好 举办人让他自己去打开看看 没想到除了碎掉的玻璃杯 本该出现在另一个盒子里的奖金 竟然也在里面 原来举办人玩了个小心机 小红太幸运了 稀动的说都不会画了 就拿着奖金离开了 屏幕前的你选对了吗